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你手机里最舍不得删的那张照片有什么故事 最高赞的回答出自作者李涛 那是他的妻子在产房生命垂危的罐头 让护士递给他的一张纸条 妻子顺产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 然而还没出产房 却开始与死神展开了拉锯战 刚生产完的妻子 子宫收缩法力 就像一个吹胀了的气球 突然被放了气 已经收不回去了 整个窗面大出血 不管是填塞纱布还是按压或者用药 都无法止血 当时唯一的方案就是摘除子宫 他哆哆嗦嗦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 只要妻子能回来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妻子早已失去意识 一分一秒都对抢救他的生命极为宝贵 全家人 焦急地在ICU外面等候 病房内 妻子和死神一次次较量 血压低至40 身体内的血就像自来水龙头的水 不停地往外流 凝血功能一度差到连一个细小的针眼都可以让血不停地流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二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 他往鬼门关踏出的脚又被拉了回来 妻子慢慢苏醒过来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护士要来执笔 用自己肿胀的如同胡萝卜的手指写下了这样一张纸条 首先问的是 宝宝还好吗 经历了巨大的创伤和折磨之后 从鬼门关转了一圈 清醒过来 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孩子 这是母爱的伟大之处 然后 他又写下了 李涛在外面吗 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你一眼 却差一点天人永隔 好不容易重新获得新生 我心里最依赖的那个人在不在外面 他现在是不是也在为我所承受的苦痛而痛苦难过 看到这一张纸条 他忍不住放声大哭 这个女人为了给他生个孩子差点连命都搭上 余生真的要加倍对他好 妻子 也是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独女啊 也是活泼开朗的笑话 如今 却生命垂危地躺在病床上 全身浮重 手指肿得都无法弯曲 每个女人都是这样 未出嫁时被家人呵护备质 单身时又能有条有理地打点自己的生活 日子过得充盈而美好 可是 他一旦结婚 一旦想要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一个孩子 他就会忍受十月怀胎的艰辛 忍受一朝分娩的痛苦 还有随时伴随着生产而来的巨大风险 没有人会傻到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 当有了爱 女人就变成了勇士 每个丈夫 其实都欠自己的妻子一条命 一位妇科医生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在远房堂弟跟一个姑娘谈恋爱 怀孕了 姑娘的父亲是当地的街霸 狮子大开口要天价财力 堂弟家出不起 女方父母强制拉着女儿留了产 结果双方父母闹崩 坚决不同意他来谈恋爱 后来堂弟出去打工 姑娘从家里偷跑出来找他 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了 但也正是和家里闹翻了 再次见到他俩的时候 姑娘已经快生了 小两口到他上班的医院来生产 在医院附近租了个便宜的小房子 两个行李箱 一个大人的一个宝宝的用品 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从见红到阵痛 整个过程姑娘没有吭一声 只是默默地死死地抓住床檐 额头上不停地渗出汗珠 那天 戴产氏加上他共有四个孕妇 全部有妈妈老公和婆婆 陪伴在身边安抚情绪 只有他 身边只有老公陪 却一声痛也没有喊 下午 姑娘顺缠生下一个可爱的宝宝 拿完药 堂弟却不见了踪影 去找他的时候 却发现他蹲在走廊的一角 脸上是刚哭过的痕迹 他走过去安慰堂弟 大人和宝宝一切平安 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别胡思乱想了 他眼泪再也忍不住 放声大哭 他说 嫂子啊 你看看别的产妇 都有妈妈和婆婆在身边陪着 疼了有人安慰 哭了有妈妈哄着 怎么着 也不会那么害怕 可是他一声不吭 他得有多疼啊 只这一句话 就让人鼻酸 生产 当然是痛苦的 对没有经历过的女孩来说 没有妈妈在身边 更是害怕 可如果作为老公的男人 体会到老婆的不容易 为他所遭受的苦难自责 这样的男孩 也算没有白白跟他一场 在女孩的朋友圈里 有这么一句话 陪你这条路 有多远 我就走多久 毫无怨分 绝不皱一下眉头 想必对他来说 这样的爱人 是值得自己跟随的 就算暂时的苦又怎么样 只要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能被对方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就不算徒劳 他敢豁出命去 和你生一个孩子 将自己的幸福和后半生 堵在你的身上 你又怎么舍得 让他希望落空 生门的导演陈卫军说 都说生育是两个人的事 是老公老婆的事情 其实不是 真正面对一切的是女人 在那种生死关头 在一个小生命 即将脱离母体 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其实身为老公的 是帮不上忙的 那是一个女人 在和生命的极限作斗争 甚至是和巨大的危险作斗争 那是她一个人的战斗 但这并不意味着 老公无需做任何事 就可以直接升级 成为父亲的角色 生孩子在现代社会 不再是一个女人 必须为夫家进的义务 丈夫的态度 就决定了妻子今后的选择 有人问 为什么现在的女人 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作者马巴金的回答 我深标赞同 让女生讨厌的 从来不是生孩子 而是自己的选择权被剥夺 顺产还是剖妇产 生一个还是两个 有孩子之后 家务怎么安排 是全职带娃还是继续工作 这些原本该由女性 考量和抉择的事情 突然丧失了主动权 顺产对孩子好 要顺产 痛也忍着 生两个热闹 女人做家务 天经地义的事 这有什么值得分配的 你上班挣那几个钱 有什么用 在家好好带着孩子吧 可是很多男人 自己还是一个 没长大的孩子 不懂得如何经营一个家庭 保护自己的妻儿 这让女性更加产生 对婚姻失望的感觉 更别提成为妈妈后 丈夫要求你 处处以孩子为先 用母亲妻子这样的身份 一步步淹没你的独立人格 没错 你是一个妻子和母亲 但你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女人 你应该从这个人身上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而不是因为嫁给了她 舍弃了整个世界 很多时候 女人失望 不是因为对方 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而是在无数个 她需要你的时候 你始终站在她的对立面 婚姻说到底 是夫妻双方并肩作战 一方拼命厮杀 另一方丢亏弃甲 这场战斗 是得不到胜利的 正如一书说的那样 任何一个人离开你 都并非突然做的决定 人心是慢慢变冷 树叶是渐渐变黄 故事是缓缓写到结局 而爱 是因为失望太多 才变成不爱 而从爱到不爱之间 她经历了多少 内心的纠葛和权衡 你永远不会知道 我希望你再次回事 我希望你再次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